面对小鬼子 我们的奶奶傻豆成兵 直接让太局变成了太监 就连这个村的驴 那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最牛的就是我鸡哥了 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干掉敌方一个大作 攻击中的战斗机 那家伙给炸的 就成一个车骨肉了 话说 鬼子们浩浩荡荡的开车进村 半路就遇到了我们准备的土特战 没办法 鬼子出动了全部的兵力 进行了决定排雷行动 另一边 大队长亲自委托郭大叔 帮忙运送一尊佛像 叫他放到村里先藏好 没想到半路上 佛像显灵了 这给郭大叔下过枪 把他关进箱子里 可不是自己干的呀 我过了他一辈子中 你啥苦心事也没有做过 就是18岁那年 我摸过孙儿媳妇的那次 忏悔完毕 郭大叔就想放佛祖给填 但是没想到 里边除了佛像 还有一个女大学生 回村的路上 正巧碰到了决定排雷的鬼子 鬼子多坏呀 就让郭大叔在前面带路 就这样 老郭牵着畜牲回到了村里 翻译官叫住他 问他驴打自己走了 老郭告诉他 这牲口啊 不懂人话 也没有狗腿的给翻译 就想回他那个地方不大的牲口圈里 随后老郭把女学生放了出来 藏好佛像 就要去给大队长包心 刚要出门 就遇到了外霸君 直接让他看到了没敲装的女学生 哟 花姑娘 桥转完毕后 半路上又被翻译官拦住了 快 叫狗腿子 嗯 翻译官让老郭去给鬼子做饭 俩孩子去给鬼子打水 醒过来的外霸君 嘴里一直念到花姑娘 翻译官就带他找到了老郭 你这有 花姑娘有没有 有有有 花姑娘有花姑娘有花姑娘 他就叫花姑娘 上了三碗了 浑身都是花呀 呵呵呵呵呵 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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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小孩 可给鬼子准备了上好的泉水 正宗的桶子尿 还给他们加了点佐料 翻译官介绍到 这村的泉水远近分明了 以前都是给皇上进贡的 鬼子们当时就来个一口闷 呱唧呱唧嘴 这皇上口味挺独特呀 喝完之后就打算开饭了 另一边 翻译官来到后院 你们这儿煮池里不赖吗 啊 看你面条呢 原来女学生把鬼子吃的 和猪吃的搞错了 把面条给了花姑娘 毕竟鬼子和猪没有区别 翻译官急忙跑过来 太倔 趁着鬼子吃饭 老郭带着女学生跑出了村 和假扮鬼子的大队长会合了 他们商量着 一定要把佛像弄出来 可不能让小鬼子得到了国宝 但是他们没想到哇 佛像这个时候已经被番译官发现了 他让外发陣在这守着 自己去汇报 外八军是寸步不离 但是前面的驴哥 今天有点不对劲 局部地区有大风 外八军中毒一身 刚要起身 就被驴哥一脚踢了回去 等翻译官带人来的时候 他已经毒气攻心了 喝点水抢救一下吧 还把佐料给吞了下去 找到了佛像的长官 立刻通知了大佐 但是打开箱子的时候 里面竟然是两块石头 原来就在外八军中毒期间 老郭已经带着大队长给佛像运走了 这时候来看佛像的大佐 已经到达了村头 长官带着四名列队欢迎 突然一只大攻击 昂首挺胸的出现 瞄准了这只蚂蚱 长官切记败坏 命令手下抓到鸡哥 为大佐报仇 鬼子开始了扫荡 外八军一马当先 有了经验 这一次 翻译官透过门缝 看到了机关 他撤下了木板 然后 另一边 鬼子意外发现了女学生 主力输出大队长 与鬼子展开了搏斗 老郭健壮 立马拿起马勺资源 痛击队友 保护敌人 这个时候 女学生手握机枪 意外扣动了扳机 凭借一己之力 直接团灭敌方一个脸 还好有中国之招 不然老郭也在前难逃 为了掩护大队长撤退 老郭留下来吸引敌人 一发地雷 直接给鬼子炸上了天 被炸飞的石墨 好像装了定位系统 死死得追着外八军 外八军灵机一动 抓住了一棵小树 好家伙 外八直接变成了内八 长官觉得他影响君荣 又给他掰了回来 鬼子把老郭关进了窑洞 想要逼问佛像的下落 但是没想到 被两个熊孩子给揪走了 逃出来的老郭 藏在了旅车里 启动了无人驾驶系统 而鬼子 怕佛像被晕出水 准备炸毁唯一的桥 刚刚点燃引线 旅车就来了 眼看炸弹就要爆炸 车骨肉还被卡住了 不过好在 今天的旅阁 局部地区还有大鱼 长官下令冲锋 鬼子要喝酒撞那 结果他喝的是 熊孩子叼包的汽油 另一边 大队长带人发起了进攻 鬼子撤回了村里 又遭到了老太太的攻击 一招撒到成兵 直接让太阳变成了太监 接着 反应官脚下一滑 直接把长官踹了下去 承受了暴击伤害的长官 站都站不稳 刚坐下休息一会 就被房上掉下来的鬼子 弹了出去 直接飞进了窑洞里 此时 外八军还在努力的烧火 当他出来的时候 已经快八分手了 外八军和翻译官 去给长官找水 结果酷的还被扯破了 没办法 扯块红被单对付一下吧 而在牛哥的眼里 是这样的 虽然外八军苦苦求饶 但是牛哥不想放过他 最后翻译官意外 找到了个西瓜 长官表示 我的五四之魂 终于有用武之力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就不用说了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关注 么么哒